由中美研究中心所主办的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挑战与机遇 国际研讨会周二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举行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演讲为这一整天的会议拉开序幕 他再次强调了美中关系除了合作共赢没有可替代的选择 同时表示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双方关系确实取得了进展 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 美中关系已经取得了重要和积极的进展 感谢双方共同筹划的努力 两位元首通过四月在海湖庄园和本月初 在德国汉堡二十国元首峰会上的会面 已经设立了建设性的基调 为美中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举连凯针对具体的成果做出以下总结 首先美中双方重新确认了对话机制而非对峙的共识 第二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多方面的经济对话机制 展示给国际社会一个积极的态度 在外界看来 刚刚结束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 相对于川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首次会面来讲 成果并不显著 对于美中关系所发展担忧的声音逐渐升级 尤其是川普总统嘴中所说的贸易不对等 崔天凯大使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美中贸易关系非常复杂 两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双边的 很多中国出口美国 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 包含在其他国家生产的零件 中国对美国有产品贸易顺差 而存在很大的服务贸易逆差 全面来看是平衡的 与此同时 崔天凯也提出了中国不能让步的立场 这其中包括一个中国的政策 在朝核问题上反对萨德导弹系统的部署和二级制裁 他也强调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外交谈判 以避免武力冲突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史文表示 以中国为首的靠经济带动的崛起 引发了权力的转移 这是不可避免的 他认为在美国方面 这种权力的转移激发了很多美国人的保护心理 他们通过提出美国第一的政策 贸易和移民的政策 以及增加国防支出等 试图逆转这种转移 而在中国方面 就像崔天凯大使先生所说的 他们强调不会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 但是这些外交语言远远不够 为了让太平洋地区更加稳定 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有效的权力平衡 作为一个中国外海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之间 实际存在的缓冲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负责中国南京中心的麦德林·罗斯也表达 在中国即将召开19大 美国新任政府 双方政策都存在不确定性的当下 对话机制非常重要 双方需要注重发展对话机制 发展合作 并需要建立应急计划 以备不时之需 为此做好准备 他同时表示 能够看到美中双方的外交专家 同时发表一些对议题的看法 非常有意义 感谢观看